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同志的遗体 二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李克强同志因突发心脏病 经全力抢救无效 于2023年10月27日零时时分 在上海逝世 享年六十八岁 二日上午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与宝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沉痛悼念 李克强同志 横幅下方 是李克强同志的遗像 李克强同志的遗体 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身上覆盖着 先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九十许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韩正党在哀乐声中 缓步来到李克强同志的遗体前 肃立默哀 向李克强同志的遗体 三鞠躬 并与李克强同志亲属 一一握手 表示畏畏 胡锦涛送花圈 对李克强同志逝世 表示哀悼 李克强同志 李克强同志 韩正 胡锦涛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 或通过各种形式 对李克强同志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 表示深切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 前往送别 或以各种方式 表示哀悼 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李克强同志 生前友好 和家乡代表 也前往送别